F-22、F-35隐形战机若大量部署到中国大陆周边,据称在中国的反隐身技术的支援下,可以模拟F-22、F-35的LogE无人把机,堪生新型杀器,恐让F-22、F-35等隐身战机有来无回。 使用高性能把机来测试新型防空武器的性能,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,如今中国已进入第四代战机时期,肩负20已开始服役,中国有必要针对隐身战机F-22、F-35,研发新一代空空武器。 至于空空武器,外媒称中国试验的LogE无人把机,可以模拟三代机和四代机的飞行特点,也被用来训练防空部队如何对抗超音速隐形机,尤其是F-22、F-35这样的隐身战机。 据新浪军事报道,军评陈光文指出,除了LogE无人把机,中国还研发了长空-20、CK-20和CH-805模拟无人机。 长空-20主要是模拟F-22隐身战机,CH-805主要是模仿B-2隐身轰炸机。 有了这三型无人机,再加上地面配套的各类反隐身雷达,中国的所有三代机和四代机就能准确掌握发现、识别、跟踪、锁定、发起攻击的第四代隐身战机。 陈光文更强调,在日益揭秘的中国大陆反隐身能力面前,美国的隐身战机恐无法再肆意妄为。 中时电子报